蔡英文到访炮仔生,挑战台词阿妈精神情趣超队,为三立台湾台八点党大戏炮仔生剧情精彩,不仅惜银海内外大量粉丝欣赏,连总统蔡英文都慕名而来,为了了解拍摄过程,蔡英文特地力临三立,与每位演员聊演戏的甘苦谈,其中演员涌吐在过程中,还都需要蔡英文念 阿妈精神的台词,不管是语气还是台词带来的含义,都相当符合蔡英文霸气又坚强的态度,在蔡英文到访炮仔生的影片中,饰演林珊珊的林婷玉勇兔在拍完后,特地希望蔡英文总统也来念一段台词,该台词是讲台湾阿 阿妈的精神女性的坚毅,台湾人的勤奋跟打拼,这就是台 湾阿妈的精神啦,虽然过程中有小小突锤,但蔡英文依然用标准的台语完整念出这一段,夺得满堂彩,而台词中 也像台湾女性的精神一样,鲜意且勤奋,如同蔡英文总统 对台湾的态度,也让不少粉丝直呼太感动,而蔡英文也在影片中讨教了赏巴掌的技巧,张琴透露自己都 真打,看到直接趴下去刹那,蔡英文还张大嘴巴 似乎受了惊吓,主要主角李燕和陈冠露也是泛用借位的方 是,制造响亮的巴掌声,让人赞叹演员的技巧,而在罪 后蔡英文也分享戏剧是反映人的生活,认为是反映人 的情感,也认为确实是国家可以加强投资的地方,其中她 认为有段台词讲得很好人在成功的时候反而不会发现问 提,但在不顺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,透露基础建设不一 定是坐在硬体的地方,也可以展现在像这种文化这样的软 体层面,这段影片也在短短PO出两小时内突破三万大关 让人看见落台派的厉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